方法比较特殊就是,这边有Source,点Java档,你可以自己再参考 因为我看应该很多同学,刚刚把这个打出来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干脆直接把Source放上去,你们斟酌 那这个是Insert into的范例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Insert,资金Seql的话,可以新增资料 然后资料的话是两行,应该说两列,横向的 那如果当你按下第二个的话,那个底下的数字会增加2 然后资料项目2,这样你可以做应用 每按一下的话增加一个,每按一下增加一个 那按下去的话,这个Button的事件主要会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说,我要真的去执行什么 执行Excube这个Seql,上面的Seql语法 上面这个Seql语法,它会自动增加这个号码 有根据上面的部分,传递Seql语法给Seql的Database 那第二个是怎么样,第二个就是说去更新它 下面这个,下面这个ListView要更新 你按一下,它就可以新增更新,新增更新 所以这一题的话,主要要练习什么 练习Insert跟Query 就是Insert跟Query,把结果查回来 那Source部分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界面部分的话,大概我想各位参考一下 上面一个Editas 然后这边有一个Button,底下ListView 可以参考这个画面 就大概这样,上面有名称,自己再参考一下 第一步,第二步要两行嘛 所以两行的话,我们一定要做一个什么 这个地方特别,所以那个View要建起来 所以这个View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 我这个范例是Seql语法1 然后这个View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增加一个这个View 那View的部分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新增一个一个新的版型 那名称我叫ListView2好了 那里面的话你就布局,非常简单 因为我第一个要放编号 第二个放资料项目,这两个 那将来你就把它放在这两个View里面去 显示出来的话,就可以类似像这样一行 类似像这样,就是一个版型嘛 颜色啦,字的大小,自己再可以去调整一下 也就是这个版型将来怎样 套进来的话 会是这样的效果出来 有没有,这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当然这个地方我没有练习图啦 如果你要再加图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再复习一下 前面讲的那个ListView4里面的那个效果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非常简单 里面放一个TestView1 TestView2 就OK了,上面是Linear layout 应该这样应该没问题 然后存的名称我这边叫ListView2 那程式部分有哪一些呢 其实等一下可以从云端上面 可以call到这个Source 那里面不外乎就是 宣告几个三个嘛 一个就是一个ListView 一个Editas的最上面 然后Button再ListView 三个东西 对不对,这没问题 第二个是DB 就是刚刚用的那个SQL Database 那里面的话就是CreateTable 因为我必须要先CreateTable 如果If Not Exit 就是没有存在的话 那就产生Table01 那里面就两个栏位 一个是底线ID 然后再加上一个Lumber 好像还有,我看一下还有没有栏 两栏对不对 就是两个栏位 跟刚刚那一题一样 然后两个变数 一个Stream 一个是Item Data 主要是放什么 放这些新增里面进去的 这个字串 这个是SQL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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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SQL的那个字串 然后再来就Item Data 是指的是里面放的那个什么 资料项目 加什么 加上N N这个数字的话 每按一下 按一下Button 就这样 加加 OK 所以当我按一下Button 我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Excute SQL 把什么呢 把上面的这个字串 因为我组出来放在里面 所以当我按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怎么样 它会去更改 Update 对不对 Update之后按下去它去执行 执行什么上面这一个字串 所以这个字串的话 它会不断在变更 然后第二个是Update 这边写一个Update Adaptor 那因为底下的资料要跟着更新 对不对 那更新的话特别注意 Listervue会更新主要是靠什么 靠那个Adaptor 那个Adaptor是去跟资料库要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Row 这边的话 底下这边我是一定要建一个什么呢 前面讲过嘛 Cursor 因为Listervue 它要能够更新的话 是要靠这个什么 SimpleCursorAdaptor 特别注意 资料库一定是这个 这个简单的什么 游标的Adaptor 就是这个Adaptor 然后呢 里面传几个也是一样 传相关的相关的讯息 包含就是 画面控制器是哪一个 Activity 对不对 然后呢 View 特别注意 有没有看到 View就是这个 Layout.Listervue 这个是我刚刚建的 里面放TestView1 TestView2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Cursor 就是我刚刚 组出来的这个Cursor 那这个Cursor里面包含什么 就是去把 所有的资料查出来 或者你不用Row Query的话 你可以用Query Query的话就是 呃 就是 里面就放一个Table01就可以了 前面这个不用 然后后面的话 如果你用Query的话 后面就全部NUO NUO部分的话 几个NUO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如果用Query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怎么知道说有几个NUO 其实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在底下 可以用查的 这个Query里面也可以出现 反正后面的话 有几个参数 你就加上去就可以 那我们这边用RowQuery 查出来 结果放在Cursor里面 去把它更新 最后的话呢 用什么呢 SetAdaptor 把它更新过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哦 因为呢 下一次要再进来的话 所以我就 Back之后的话 会做什么事情 会触发一个什么呢 UnDestroy的方法 那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把Database清空 那怎么清空呢 特别注意哦 就是DrawTable就可以了 去把它Excue 最后把这个Database连线关闭 就完成什么 关闭动作 所以下一次你再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 我把它执行过来 按下去会怎么样 它又是一个全新的 所以按执行的话 里面没资料 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没写的话 旧的资料会在哦 所以载进来的话 会是旧资料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主要两个部分 各位要自行完成的 就是那个view的部分 这个画面参考 另外呢 原始码就在这上方 这个啦 这个是一个Java档 你们download下来 再用那个 Nodebit Plus 或相关的 也可以把它开起来 OK 那因为时间也剩下不多了 如果已经完成同学 可以再做一个这样的练习 让这个SQLites的Database 你可以更了解 以后的话呢 就可以更容易掌握 那比如说原始的那个 也许你刚开始载入你的App的时候 你的SQLites里面是没有资料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能够在Uncreate 比如说里面没资料 但是你预设要能够载入资料的话 你就可以在Uncreate的方法里面 把资料先丢进去 你可以来自于哪里呢 比如说你从外部资料 或者从云端上面 当然也是一样 要用Insert into的方法 或者你要先建一个table 然后呢再把相关的资料 从外部 从云端 从任何地方 怎么样 把它映射进去 这样的话你的 才能做后续的 比如说你要查询 修改 新增 才有资料 否则的话 Database原来是空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SQLites1的 第13章SQLites1的这个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